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晚安 这一次法官法的修正 主要的用意是司法院希望提升我国的司法审判官 法官的品质 以及对于长期不受信任的司法 希望能够有改善 尤其在不适任法官的淘汰上面 希望能够降低大家对不适任法官的厌恶 然后增加对司法的信任 所以修法的范围也非常广阔 从法官的任用 司法的监督 还有法官的会议 法官的评鉴 以及法官的保障等等 皆有牵涉 但是重点我认为还是在 如何提升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那经过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出审以后 总共有44条的条文 因为没有共识 保留朝野协商来处理 最后今天原来有10条的内容 是经过朝野协商没办法解决 要交由我们大院来处理的 但是国民党团在此要说的就是说 请执政党不要忘了 今年一月底 刚刚出炉的司法信任度的民调里面 我国是拥有着58%的民众 是对台湾的司法是不信任的 这个比例是高于信任司法的25% 然后另外有18%是没有意见的 而在民众对于法官的信任度上 有59%的民众是不信任法官 能公平公正的审判 只有25%是表示信任 另外有16%没有表示意见 在司法改革的工作上 则是有六成以上 达到61%的民众 表示是没有信心的 换言之 在蔡政府执政下的我国司法环境 根本就完全不得民心 所以今天的修法 对执政党来讲 他必须肩负责要解决自己的 不被民众信赖这样子的一个难题 国民党团在此呼吁 我们今天的表决 一定要对民众所期待的 司法效能的改进 司法透明度的增进 以及司法廉能度的增进 等有所呼应 希望大家要多多注意 其实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一切要从司法的 法官的一个制度来做起 希望今天的司法 这个法官法的修正 能够改善民众对 我国司法环境的信任 请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审理 来讨论 谢谢 谢谢 接着请李红军委员 李委员不在 接着请周春芈委员